找了一圈 用这一块水稻田 有一点这个草 再过一段时间 这个草越来越少了 开始春耕了 这个草多漂亮 得到来喂鱼特别好 差不多有一代了 大鱼堂里面没多少草 主要是大头跟鲫鱼 草鱼很少 哥哥那一袋草 这个鬼天地也是的 刚刚都没下雨 现在下雨了 这一袋草够他们吃一天了 都吃不完 这个鱼堂里面 到底有多少草鱼 说心里话 我也没有底 我也不打算 再往这里面放了个草鱼苗 除非集中院那边的鱼堂 被打下来的草鱼 就往这里面扔 重新买草鱼苗的话 不会去买 草鱼养少一点 坚持每天去割一点草 这个草鱼可以长大 如果说你养一千条草鱼 你去割草 不现实 会割死个人 真的 一千条鱼 可以把我这个人力给套在这边 不划算 然后这里面大头鲫鱼 估计有两千条 应该是有 鱼堂周边转一圈 看一下等我能不能 看到这个草鱼吃草的画面 我还没有看到过 然后这里面不是放了一条 三十斤的青鱼吗 以前我一直以为四十斤 或者四十五斤 撑了一下才三十斤 三十斤还不到 二十七八斤 而争取今年看一下 能不能养到四十五斤 然后有一位网友他问我 三百块钱卖不卖 这一条三十斤的青鱼 也就是十一块钱左右一斤 不卖哈兄弟 我争取把这条青鱼养到一百斤 养到一百斤之后 找那个老麻雀 能卖上万块钱 老麻雀专门收这个大青 养不到一百斤 养五六十也可以啊 是吧 这么大的水面 养一条五六十斤的青鱼养不出吗 今年只要有时间 我就会去捡田螺 搞一点福寿螺给他们吃 三百块钱不卖哈 自己养 鱼当这边转一圈 兄弟们这里面好多小虾 再来看一下 好多 一只 随便一抓就有 这么小的虾 看见没 大家看见没 小虾米 不得了 它这个水沟里面好多小虾 太小了哈拍不清 哦呀 这是鱼塘的进水口哈 水质还是可以的 这么大的福寿螺 都是青鱼的口粮 鱼塘这边转了一圈啊 然后没发现有死鱼的 现在咱们去鸡棚那边捡鸡蛋 鸡蛋有好几天没捡 然后改天明天我带一个鱼笼来 看一下这个鱼塘里面 这个虾多不多哈 刚刚看到了好多小虾 有小的就有大的啊 捡鸡蛋去 兄弟们鱼塘里面一只甲鱼 大家看一下 一只甲鱼 我说了嘛 这鱼塘里面一定有甲鱼 走 这只甲鱼又浮起来了 大家看一下 可以啊 甲鱼离我比较远 比较大 没有两斤也有一斤七八两 还可以了哈 咱们在这边等我 看一下那个甲鱼 会不会又出来 等了一会哈 这个甲鱼没出来了啊 然后这个鱼塘 今年我也会投放几百只甲鱼苗 在里面 投放五百只 只要抓到了五十只 就震了啊 鸡蛋啊 咱们就晚一点去捡 然后差点忘了 这个捕的鱼啊 今天要宰杀 顶人预定了 虎头杀 这里面虎头杀 鲜鱼黄腊 主要是这三种鱼 这么大只 现在这个鱼啊 就这样宰杀好了 都是好货 好漂亮啊 这些鱼 八十来块钱啊 还不错啊 可以搞一点这个小钱 给三个小孩子买零食吃啊 补贴一下家用 然后用袋子装起来 冰冻明天发出去 撤灭 多数据 三十多 三十多